国庆日前夕因踩踏手上肖像 而遭警方以煽动罪名逮捕的19岁少女黄欣怡 今天向民众公开道歉 声明其行为并没有恶意 她表示当时看到有人这样做 一时觉得好玩而跟着做 她的代表律师陈伯雄认为 警方不应该把黄欣怡扣上手铐 因为少女急与警方全面合作 而其涉及的案件也非暴力行为 而吉隆坡总警长默默杀裂则表示 扣上手铐是合乎法律的程序 警方并没有预约权力范围 另外涉嫌在民主之诺集会 向首相纳吉和夫人的肖像 入屯部的19岁学院生 其父亲表示要为儿子的行为做出道歉 并希望给他改过自信的机会 他指儿子没有涉及任何政治运动 全家人都相信他没有意思要侮辱任何人 同时希望首相可以原谅他的儿子 针对此事 首相纳吉表示他随时可以接见对方 可是当局必须继续对这名大专生采取法律行动 对此他绝不妥协 另外四名涉嫌在民主之诺集会 展示新国旗 踩踏和超首相及夫人肖像陆屯被捕的男女 已经全部获保释出外 吉隆坡总警长默默杀裂 促请其余八名被警方发布照片追找的集会人士 主动到警局接受调查 否则警方会采取行动 由于国际原油价格居高不下 不受政府津贴的RON97燃油再度涨价30仙 从每公升2令吉70仙涨至3令吉 创下历史新高 大马油战业者工会主席哈欣奥马正式油价调账 他说目前没有消费者投诉只账幅太大 更何况若消费者认为售价太高 他们可以选择使用RON95燃油 联邦法院今天推翻5级公盘反山I财经委员会的上诉 委员会主席黄金雄指出 华庭一直以他们超过40天的期限为由来推翻上诉 他表示现在连最后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只好回去再商量下一个计划 并会针对联邦法院的裁决再做出检讨 另外该委员会秘书张佩霞指出 联邦法院的判决将对其他绿色组织运动带来很大的挫折 也会成为反公害活动一个重大的绊脚石 19岁怀孕少妇冯金贤的丈夫凯文 第一次公开讨论他和妻子的问题 指妻子承认与霹雳州医保一名拥有拿督头衔的男子有暧昧关系 而另一方面冯金贤却否认自己和该名男子有暧昧关系 并织丈夫的指责全是谎言 针对虐打事件 凯文说事件跟服装店一些事情有关 从一开始的小吵架发展至殴打 他说当时只想把妻子留在店里 不是要困住他 凯文表示对自己打妻子的行为感到懊悔 同时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辩解 更多新闻请留意新宗日报或浏览星球i.com